大家好,我是小胤,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完全免费的电影字幕生成工具 它不仅能快速生成字幕,还可以把生成的字幕自动翻译成中文或其他语言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剪辑软件生成字幕功能都已经收费了 这款软件是一个完美的免费替代方案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咯 在浏览器中输入工具名称,搜索 这个就是Subtitle Edit在GitHub上的官方链接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到视频的简介区 下面都是这款软件的历史版本 Latest表示最新发布的版本 点击,往下滑,找到EXE结尾的文件 点击下载 这就已经在下载啦 下载完成后,直接双击开始安装 选择安装时使用的语言 确定 同意协议 下一步 选择程序安装的位置 下一步 翻译组件可以使用不同的翻译引擎来将字幕翻译成你选择的语言 建议选择上 点击下一步 这里保持默认就行 下一步 这个选项是指,当你双击SRT、ISS等常见的字幕文件格式时 系统会默认使用Subtitle Edit来打开 点击安装 这里列出了这款软件每个版本改动的内容 直接点击下一步 完成 安装成功后 桌面会出现一个Subtitle Edit的启动快捷键 装机打开程序 这个就是软件的主界面 系统默认是英文的 点击Options 选择语言 把系统语言切换成中文 点击OK 现在整个系统就变成中文版的啦 接下来,我们导入一部电影 并且为这部电影生成字幕 点击视频 打开视频文件 选择要生成字幕的视频 初次使用时 它会提示你安装一个MPV播放器组件 非常简单 直接点击就会自动完成安装 加入视频文件后 在这里就可以直接预览视频和字幕内容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VLC播放器 不想再安装MPV 点击选项 设置 视频播放器 选择VLC媒体播放器 点击确定 把VLC作为视频播放器 接下来,我们给这部电影生成字幕文件 还是点击视频 这里有两种语音识别方式 Rispro是由OpenAI开发的语音识别系统 下面这个是开源的语音识别工具包 支持离线语音识别 但准确性比Whisper要差一些 这里建议使用Whisper 如果你的网络不支持使用Whisper 也可以选择这个开源的工具包 点击语音识别后 和加入视频一样 首次使用语音识别会弹出下载FFMPEG的提示宽 Whisper是一个语音识别引擎 它通常只支持特定的音频格式 因此,Subtitle Edit需要用到FFMPEG 将音频文件转换成Whisper可以处理的格式 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后,点击确定 它会继续弹出一个下载加速引擎的弹宽 这是一个针对Whisper语音识别引擎的优化版 能够在不降低识别准确性的前提下 加快语音识别的速度 在左上角选择识别引擎这里可以看到 点击试 下载完成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引擎了 如果你的电脑设备性能特别高 可以选择加强版 如果你发现生成的字幕和音频不同步 那就切换到这个引擎 再生成一遍看看效果 选择语言 目的是告诉模型 我的视频中使用的是哪种语言 我这个视频是英文的 那就选择English 点击后面的三个点 选择音频处理模型 不同的模型在处理音频时的速度 准确性和资源占用的方面都会有所不同 模型越大,在噪音、口音或模糊音的识别上表现会更好 但处理速度也会比较慢 小模型适合语音清晰 没有背景噪音的场景 En结尾的模型只能识别英语 如果你的视频内容是纯英文的 选择带En后续的模型会更合适 如果你的视频内容全部都是英语 推荐使用medium.en模型 如果你对字幕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 并且需要支持多语种 这里推荐使用Rodg.v2模型 Rodg.v3模型虽然准确性更高 但对资源的占用较高 而且在多种口音 背景非常嘈杂 或语速非常快的复杂场景中 才能发挥最大优势 在很多实际应用中 medium.en和Rodg.v2就已经够用了 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 下拉列表中会显示 所有我们下载过的模型 我们把这两个模型都下载下来 我的视频是英文的 我就选择这个EM模型 设置好后 点击生成 它就会开始生成字幕内容 如果你的视频时间很长 这个步骤耗时也会比较久 识别完成后 这里会显示视频中的字幕和对应的时间 我们在预览中看看字幕和语音是否对齐 双击定位到字幕显示的位置 这条字幕出现的时间是26秒 点击播放 它是很不错的 双击再调字幕 红色部分是字幕覆盖的音频区域 如果你发现这句字幕和音频对不上 在这里可以调整字幕开始和结束的位置 如果识别的内容不准确 还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 修改完成后 预览区域也会同步显示 在翻译字幕之前 我们先把识别的原始字幕文件保存一份 点击左上角的文件菜单 选择保存或另存为 选择字幕格式 SRT是目前最流行的格式 大多数播放器都能支持 ISS则支持更丰富的字幕样式 比如字幕的颜色、位置、边框等 这里我选择SRT格式进行保存 选择你想保存的文件录金 给文件命名 点击保存即可导出字幕文件 如果你已经有了字幕文件 只是想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就不用进行语言识别 直接打开你拥有的字幕文件即可 下面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字幕 点击顶部菜单栏中的自动翻译 选择自动翻译 选择自动翻译 这里可以随意切换合适的翻译引擎 默认使用Google翻译就行 如果你的网络不支持 也可以选择这个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翻译后的字幕内容 点击保存 你可把翻译后的字幕文件 保存到本地 下面我们来看看 导出后的效果 这个是英文版的字幕 这个是中文版 用VALC打开视频 默认是没有字幕的 拨入英文 这里显示了英文字幕 拨入中文 这里显示了中文字幕 同样 用Poodplay或其他的播放器 打开也是一样的 使用英文字幕 显示正常 拨入中文字幕 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